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大自然 还可以在这个红色革命圣地仔细探寻回味发生在狼牙山那荡气回肠的悲壮故事 那么为什么说这里是中国最危险的玻璃栈道呢 其实狼牙山之所以得名狼牙山 就是因为其其风凌厉 争容险峻而又撞死狼牙 所以可想而知这里的地形有多危险 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玻璃栈道 狼牙山玻璃栈道仅靠着几根钢架支撑于悬崖之上 在视觉上就给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感 赶上去的人还真不多 就连之前向大家介绍的重庆第一天空悬廊与它比起也是弱爆了 怎么样小伙伴们 这样的玻璃观景台你敢上吗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